那我们今天来建立独立填充线而且移动它 那我们可以从上一集来复制这个椭圆 按复制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ASC结束 然后呢 我们就画圆中心点半径 中心点半径跟它相切 接着我们按填充线 按下 那这边有个选项 按下去 建立独立填充线 打勾 那这边有个密度的部分 输入越小它就会越密 比如说我输入0.1 然后我就按进去 它就被填满了 那我们填满之后就关闭填充线建立 那接着我们按移动 选取它 空白键 或是enter都可以 然后选取基准点 一到旁边来 它就被移动了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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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